大型連接車綠燈起步 車頭突然出現一個黑影 被捲進車輪底下 是一個87歲阿嬤 她的助行器被推撞 人倒在地上明顯死亡 阿嬤邊火車輾過 駕駛趕緊下車 但已經太晚了 警方趕來搭起帳篷 調查事故原因 附近居民也募集車禍經過 剛好那個婦人可能是違規 然後要跨越雙黃線 她剛起步都沒有看到 所以就直接就過去 然後那個婦人就在車下就不見了 當時黃線阿嬤推著助行器 想要乘紅燈穿越雙黃線 但沒走幾步路 大車就起步 阿嬤離車頭太近 駕駛根本看不見 油門一踩就把人捲進車底 要過馬路使應走 行人穿越到貨路橋 並可以用手或所攜帶的雨傘 之類的舉高 讓大車駕駛可以看見 上午9點多 台中大渡黃線阿嬤 從住處出門散步 走到沙田路二段 被二十六歲 洪信連結車駕駛撞上 一命嗚呼 附近裡據說 前陣子阿嬤的兒子也剛過世 平時靠撿回收回生 跟媳婦孫子相依為命 再一次的噩耗 讓家屬難以接受 記者黃線鳳林雲傑 台中報導